小半天司马公园中的贺金音 每年都会盛开两次 近期正风花季 为了推广赏花风潮带动地方观光发展 地方上也规划了赏夜音活动 并透过花线茶香音乐会来进行点灯仪式 让民众感受到有别于日间赏音外的体验 请点灯 鹿骨香小半天休闲农业区这边 就是说为了要办理这个活动音乐会 是因为我们小半天司马公园这边的樱花 它的合金是每年都是开了两次 那我们今年有向水宝局的农村战胜计划 申请了大概60盏的投射灯 这个投射灯是专门为了要照射樱花 让樱花更显得更美丽 也带动我们游客到我们小半天这边 来赏夜音的活动这样子 那也会把我们这边的民宿的住房率提升上来这样子 此次小半天休闲农业区 农与竹林社区合作规划活动 推广地方美景 鹿骨香民代表会主席林志宏也大为肯定 并邀请民众有时间能够到访石马公园来赏音 我们石马公园呢 合金莹每一年都在大概在这个时候会开花 这是全球唯一的一个景象 今天由我们休闲荣卫区来举办一个开灯仪式 最主要是要让游客能在晚上欣赏美丽的一个秋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石马公园是仙运红冬号担任入股香长时就吉利推广的一个景点 如今管理有成前每年有两次的赏音期 仙运红冬号也欢迎民众能多多前往 议长和尚方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并也建议民众 近期若有钱来入股旅游 也能够到访石马公园来欣赏这季节限定的美景 记者卢宇凯入股采访报道